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拜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拜家子》第534章 功臣尽见 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 北边边镇告急 就在这时候却有两人连美至亲 宁波之府文艳生 与镇国府被窝位傅千户 西景通二人抵达京市 他们先是治理不报备 随即便又换官来 召二人进京 文艳生对于这京师一行 心情显得很平静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望 对他而言 加官进决宛如浮云 人这一辈子放到他这个份上 其实就够了 至于西景通 心中却感慨万千 不久之前 自己还是戴罪之臣 转眼之间 却又成了有功之臣 这身份转化实在太快 因而此番陛下召见 他固然激动 可来到这京师 他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 二人入宫时 以致政务 红之皇帝在暖阁里 见二人风尘仆仆 上前打量他们一番之后 便微笑说 两位爱卿辛苦了 他很好奇 转眼之间 宁波府从水深火热 接连遭遇窝患和大汗 可转眼之间 窝患已经缓解 被窝卫立下赫赫功劳 宁波府也是大志 据说百姓开始富足起来 之所以红之皇帝 没有叫上唐吟和胡开山 这是因为 这二人是方济帆有关联 在他看来 方济帆调教出来的人 水平是很过关的 反而是这清景通和温眼生 却有太多 令他想要深究的地方 他们是如何和唐吟等人协作的呢 他们又有什么担当呢 红之皇帝看着 齐景通和温眼生 这二人除了温眼生 有些肥胖之外 似乎并没什么特别之处 来给两位亲家赐座 红之皇帝显得很温和 对儿子和大臣 他完全是两副面空 宦官给两人去了锦墩 温眼生和齐景通坐下 红之皇帝看了看天色 便开口说 此时是正午 两位亲家 海威用饭吧 正好朕也该用膳了 说着 朝宵进食了个眼色 片刻之后 宦官们便取来九十 这一次红之皇帝 要招待两个有功之臣 自是梅味佳肴 山珍海威 新景通抬头看着红之皇帝 有些拘谨 温眼生 无语则刚 便只是微微一笑 取了筷子 先是取了一块肉片 放入口中 只稍稍沉吟片刻 便又取了条羹 咬了一口汤 轻轻喝了一口 又将条羹放下 红之皇帝 见他不再冻筷了 自己吃了几口 点了肚子 方才说 温清家怎得不吃了呀 他心中凛然 或许是因为今日 这御膳过于丰盛 温眼生这样的读书人 崇尚节俭吧 此人 红之皇帝越发觉得如此 毕竟温眼生所穿的官服 一看就很简朴 显得陈旧 温眼生见皇帝问自己 便不须不慢地开口说 回笔下 这御膳所用的食材 无疑不是山珍海味 实施不可多得 可是却不喝陈的口味 哦 红之皇帝挑了挑眉 失笑地问道 幸家 此乃御膳房烹制 也不喝景家口味 闻眼生摇头 感慨起来 哎呀 真是遭见了如此大吼的食材 这御膳只讲究了色相 所有花样都只放在外形上 好是好看 颜色也是五彩缤纷 令人赏心悦目 唯独这口味 就说这鸭吧 鸭以油多助成 如此重的油膏 当先用炭火烤其皮 将其油膏榨出 再用一些清淡的佐料使用 味道方能入口 可这御厨居然反其道而行 将这油腻植物 用臀尾乱炖 反而加重了油性 用料太多 尤其是酱料太多 反而是鸭没了鸭味 这也是失策 哎呀 真是冒天天物啊 说着 他停顿了一会儿 偷偷瞧了红之皇帝一眼 见红之皇帝并未不悦 便继续说 陛下若是按陈方才所言来抛制 臣敢保证 如此好鸭 一旦出炉 其皮绝无肥腻 反而是松脆美香 其肉油而不腻 若是搬上一颗大葱 那就更加气货了 是乃人间美味 妙不可言也呀 西景通本来是饿了的 只是在浴前不敢放肆罢了 可现在他立即做出古怪的表情 怎么说呢 这一路北上跟温艳生在一起 他都处在饥饿状态 每到一出驿站 驿站人员置办了韭菜 可温艳生都不满意 品评一通 结果得出来 这韭菜就是垃圾 心景通饿得很啊 可这么一听 便感觉索然无味 寝出吃的还挺香的 于是学温艳生所说的那样细品 哎呀 果真是垃圾啊 使得一点滋味都没有 整个人便没有食欲了 可这一路乘船时 看到河里的鱼 闻艳生便又感慨一番 这是鲨鱼啊 死鱼若如何如何 味道又会如何 听得寂静通是流闲三尺 偏偏一路要赶路 今日本以为可以好好吃一顿 结果 他也放下筷子 他恨闻艳生 闻艳生提高了他对食物的品味 人也变得挑剔起来 以至于现在宁愿吃白饭 也不愿吃这些看上去恶心无比的食物 他叹了口气 无言 洪志皇帝这么一听 低头看来越善 竟也觉得索然无味起来 洪志皇帝皱着眉头 凝视闻艳生 忍不住 闻静家对美食竟如此精通 哪里 趁公务闲暇时就好琢磨这些 闻艳生忙说 陛下见笑了 洪志皇帝一挑眉 这美食毕竟是杂血 何必摇花心思在上头啊 人吃五穀杂粮 能填饱肚子即可 温艳生却是摇头 很是郑重地说 陛下 臣斗胆尽言 陛下此言差异 洪志皇帝一愣 笑了 他倒是很想听听 温艳生有什么道理 便笑着问道 朕倒很想听一听 温清家的高见 温艳生肃荣说道 天下食材不知凡己 若是不小烹饪 这便是糟贱食材啊 大明以孝之天下 也崇尚节俭 陛下 你想想看 倘若这同样的食材 有人做出来 味同嚼辣 使人食之无味 更有人索性就弃之不食 那么 这是不是浪费啊 可倘若 还是那原本的食材 烹饪出来 却是人间美味 居民百姓们 不但能借此果腹 还能吃得好 吃得香甜 这岂不是物尽其用吗 天下的食最怕的就是琢磨 成如造器一样 同样的一块砖 造出了刀锋利 则是我大明王师杀敌使 能够事半功倍 这是不是一桩功劳 可若是敷衍了事 粗质滥造 最终一柄刀 就可能害死一个人 千千万万柄刀 便会害死千千万万人 这千千万万人被害死 大明居要溃散 则江山不保安 彭任也是如此 神将他看作天大的事来琢磨 去研究他的特点 去研究如何烹饪他 这本不可以吃的食材 添入其他食材 或许就可以吃了 本是胃痛嚼辣的东西 人们却爱吃了 这就是物尽其用的道理 否则又何尝不是奢靡浪费呢 温艳生越说越起劲 便开始滔滔不绝起来 就如这一大桌膳食一般 看上去排场很大 可吃进度里的又有多少呢 那么这又何尝不是浪费 臣研究食材 所合的正是圣人 温良恭俭让的道理 所谓节俭而爱人 也正是此理 倘若陛下今日所赐御膳 用臣的方法来烹饪 陛下和臣等都爱吃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节俭呢 洪智皇帝听得有些懵 一双眼眸很是诧异的 看着温艳生 最后审然一笑 你们读书人真厉害 什么事都能讲出一番大道理 偏偏讲的居然 还很有道理 洪智皇帝竟然被说服了 笑呵呵的问道 宁波府百姓 如今生计如何呀 温艳生不禁认真开口说 宁波府上下 现在吃不起米 只好以大黄鱼为首 许多百姓对黄鱼一声腻了 于是改食精肉 臣前些日子 研究一种烹鱼脂肪 在宁波府推广 才勉强使大家 又对大黄鱼有了些许兴趣 洪智皇帝又被震惊到了 憋着脸凝视温艳生 吃不起米 你们吃鱼 温艳生见洪智皇帝诧异 又说 而今宁波府愉悦蓬勃 百姓们多以饭鱼 杀鱼造船为生 生活亦有极大改善 正因如此 作为价格较高的大米 无人问津 许多人用大米来折算纳税粮负 宁波府府库米已经堆积如山 是往年的三倍犹豫 三倍 洪智皇帝愣住 深深的皱眉沉思 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米价高 没有人吃米 可米怎么办呢 官府不是要抽税 既然如此 干脆就将这没人吃的米 用官价来抵税 横竖不吃亏 官府呢 也乐于如此 所以现在大米在宁波府 支撑了人们用来纳税的谷物 譬如有人要贩卖黄鱼 沿途要进行抽税 按大名律 采取十抽一的税制 可官府不爱收鱼 商贩也不愿拿鱼来浇税 那么就折算大米好了 大米的官价高嘛 官府免去鱼的后期处理问题 而百姓们也乐于如此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今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